《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我生於1978年的香港 即是殖民地的香港 我覺得香港是令人很難忘 它是會令每一個在這裡生活的人 都一個很深的樂人 在2018年 我搭了一次高鐵在香港去北京 車窗是一片黑 一片很快一點的光速飛過 當你看不到這片風景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的身體 都好像在這片風景下面 被火車、高鐵困住或者困住 傳送到另一個空間裡 令我想起一種不斷循環 一個黑洞裡的那種感覺 於是我創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其實《一日兩天》那件作品 有幾個版本 《一日兩天》那件作品 不是說需要同時的 即是它很隨意地去播放 這種隨意性其實最後會構成 每一個你投射出來的影像 它都可以很隨意地構成一個風景 它很短和循環 即是一個循環 即是很多狀態 我們都好像在循環 其實幫循環每一次可能有少少不同 會令你覺得有些不同 人類不斷感染病到一個循環 即是人類去反對一件事 建立一個社會 再破壞它 又再建立另一個社會 亦都是一個循環 這個循環我覺得是走不掉的 只不過問題就是這個循環裡面 它的仔細 或者它每一次不同的元素是些什麼 《一日兩天》裡面另外還有一個元素 就是很多你會看到 是一些我們設置的時候 我們裝置這些藝術作品的時候 留下的一些痕跡 這些痕跡其實包括了一些膠紙 一些可能用來夾著一些紙的工具 甚至乎在我們裝置這件藝術作品的時候 一些小的一些零件 它很臨時 我們做作品好像 它是一個Herman永恆的狀態 但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一個臨時的狀態 特別是當我在香港的一個街道 在香港的城市走的時候 我發覺它這種很臨時的一種建築物 或者每一個人因為生存 而需要去想一些臨時的方法 去解決一些問題的一種美學 在這個城市裡面完全充斥著 而這個視覺元素是關於一個人為 然後它結合了一個在風景裡面 《一日兩天》這件作品裡面其實還有幾個層次 包括了室物和一些很小的模型 物件其實構成了一些真實的小型的風景 但同時也構成了一個影像 一個影子在一個錄像藝術上 人經過的時候你會產生一個影像在一個作品上面 還有那個錄像本身都是一個人的影像經過 而這幾個層面去夾合的時候 其實它是創造了一個不同比例的空間 一個不同比例的風景 這個不同比例的風景對我來說是一個張力 在這個很細和很大之間的一個 tension 一個這樣的張力我覺得 是我構成這件作品裡面其中一個 我覺得挺重要的元素 而比例會令你遊走於不同空間 不同的景物之間的自由度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我們每天看東西的時候 眼睛會吸收很多東西 但你真正能量消化的可能只是屬於很少數 所以我覺得創作裡面最難的 或者最有價值的位置就是 你怎樣靜下來把你真的看到的東西消化了 而消化的時候其實它是會變成很多不同類型的元素 我覺得就好像我看中國話 開頭的時候那段經歷裡面 我在水幕畫面的經歷裡面 怎樣去看它裡面每一個小的元素 那我拆解完之後 其實拆解完之後 我發現這些元素只不過是一些很… 就是一些養分 這些養分都還未足以令你去做創作 你再需要就是說 用你的時間、經歷和你的材料 你的語言再把它重新做出來 所以每一天的日常的那種看東西、習慣 其實就好像你自己變成了一本字典 你吸收了你身體裡面 你將它分析完之後 你把它編排出來 這些元素你再重新做出來 這本字典就成為你自己一個很獨特的創作的元素和來源 所以我 nit碰到學會 你暫停就像這個旅行 我拿來拿出來